擔任本場比賽的比賽監督 是中風把學系會官員張雪晶女士 歡迎 擔任本場比賽的主裁版員 是來自羽攤的國際型裁判 宣音 担任本场比赛的副裁判员 是来自海南的国际地裁判夏宏贵 下面为大家介绍 今天比赛的课堂队伍 山东鲁灯俱乐部 他们的面试教练员于伯鹏 运动员顾玉平 顾若晨 王炫 李小霞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今天比赛的主场队伍 广龙套夏宏贵乐部 他们的面试教练员 王海淳 运动员吴杰 张驰 潘纯兴 熊兴宇 夏宏贵乐部 请全体起立 奏唱祝华人与共和国 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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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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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实况转播的2013年的中国平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十轮的一场比赛 这场的比赛是由广东二沙队坐镇主场来迎战山东鲁能队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看到的是今天的对阵形势 今天的山东鲁能队第一单打是李小霞 而广东二沙队第一主力打单打的是张池 今天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请到了张伯 但是我们今天的评设嘉宾 那么山东鲁能队呢 拥有李小霞这样的大满贯得主 刚刚也获得了世平赛的冠军 加上的奥运会的冠军 世界杯的冠军 应该讲李小霞是中国女兵最强的选手之一 那么这样的一支强队 作为前面呢是没有胜技的 广东二沙队来讲 要想战胜山东鲁能 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李小霞和熊星云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呢 熊星云呢是打一场单打 一场双打 熊星云呢是和吴杰来配双打 他们将对顾若晨和顾雨婷 在第三场的双打比赛 将会来参加比赛 李小霞呢是打一四 第一场和第四场 在前面的九轮的比赛 广东二沙队呢还是没有胜技 基本上呢都是以零比三 输给不同的对手 那么对这个赛季 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形式 张伯您是怎么分析 终观这整个拼超比赛 到现在为止 应该讲我们广东二沙队的这个运动员 还是打得比较顽强 虽然是一直是以零比三来落败比分 但是从场上他们能看到他们的是 一场一场的进步当中 那么原因可能一是我们的运动员 这个就整体的实力 还在整个兵超的这个参赛队伍里面 比较偏低 二来就是我们也本着这个锻炼新人的 这种这种这种想法 为后边持续的一个发展 来奠定一个基础 所以说这一次派出的运动员 也是从最小的 包括我们看到这次广东队派出的99年的 以后的一个小将李宇东来参赛 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是处在一个培养新人的这么一个 以后背力量作为主要的一个 这样一个前提下来参加这次比赛的 是 是这样的 这个赛季的成绩 应该说呢 并不是最主要的 而是呢要培养新人 为以后的广东乒乓球的发展 来打下一个基础 像刚刚张博介绍的啊 李宇东 99年的一员小将 也打了 本赛季啊 不少的联赛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的比赛 观众朋友 您看到的是 为您释放转播的 2013年 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第十轮的比赛 广东二杀队 对山东鲁能队 第一场的单打 有李小霞 对熊星云 我们看看啊 面对大满贯的得主 李小霞 今天这个熊星云啊 发挥的如何 熊星云呢 是1992年 出生的一员选手 右手横板 铺圈 结合快攻打法 李小霞呢 大家都很熟悉了 也是为中国军团 获得了无数的荣誉 世界最顶尖的 女子的选手 我们来看第一局 这个实力啊 确实啊 你要谈到这个 李小霞也好 丁宁也好 刘世文也好 那么李小霞 小霞的这个实力呢 还是最厚的 那么他的 正手反手啊 方方面面 相持能力 包括前三板和小球 现在呢 都打造的 非常的厚实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啊 是本着 向小霞来学习的 这样一个态度 对熊星云来讲啊 从开局来看 我还是觉得这个 熊星云还是 很快能进入的状态 比赛第一局 开局 还是开得很不错的 是 今天开局 我们看到 熊星云呢 是抱着 力拼 去拼 李小霞的这样一个 态度来打比赛 所以场上呢 还是敢于发挥 好的 哇 哇 这球打得漂亮啊 对 我们看连续的反拍 对通过这个比赛的 一场场打下去 我的感觉是这个熊星云 他的整个的比赛的 发挥 是越来越好了 因为他其实每次都是 基本上是与广东队一号 这样的身份来出战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比赛锻炼 他的技术其实是比之前刚开赛的时候 我觉得是发挥好了很多 好的 发球又得了一分 6比5 李小霞 还是抓熊星云的这个 反手 这第一局上来 熊星云呢 反拍用的还是很多呢 对自己反手啊 比较 信赖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处理 切发 呦 这不用处理了 发球一个失误 7比7 这个第一局 对熊星云 还是相当的关键 擦网出戒 其实我觉得对于熊星云来讲的话 在他相持的时候 命中率要高一些 不要急于去变现 因为你从整体失译来讲 你真的是和李小霞 有一定的差距 那你只有咬住比分 减少失误 才有可能 有胜的可能性 这个正手 确实威力很大 对 因为你就算你跟李小霞 形成相持的时候 你是被动的在防御过程当 而不是主动压制 他这个反拍啊 有点弹击的这半啊 他想发力来搏杀吧 但是小霞的相持能力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是非常强的 对 你几板球 你打不死他 让他给你反过来 对 就李小霞打球的很厚实 无论是进攻 还是攻防的转换 还是从防守到进攻的一个转换 他都是配合的很完美 所以说对于熊星云 他刚才是想以搏杀的兴奋来打球 但是 还是智能了一些 就是连续发力的能力应该还有待遇提高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山东鲁能队的主教练 于国鹏 于国鹏 于是导 对面的教练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 广东二杀的主教练 这个黄海诚 我们来看看第二局 好的 再来发球 先得了一分 还是敢打敢拼 对 厂上的放的比较开 变化的挺及时 这是搓一板 小霞的一个正拍的抢攻 出界 2比0 这一分是以怪对怪 双方都是很诡异的球路 这一板 还防住 还是打得挺顽强的 我觉得 虽然水平出于下风 但真的还是挺顽强 直接一个揭发不好 结果 哎哟 侧真的一个抢攻啊 这板球 他真的有点 有点犹豫了 因为这板是 小霞接的是很赚的 加赚戳球 第二局 李小霞的失误呢 稍微多了一点 拉起来 好的 第二局 我感觉 李小霞的这个处理 有点不够细 对 这个是实力 现在看李小霞打球 是越来越感觉 他对于冰包球的处理 是越来越细腻了 而且处理的是 越来越合理 也 好 哦 有点 好 有点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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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形成一个高球 一个高球 这个呢 徐徐徐还打擦网了 从第二局来看 徐徐徐在战术上是多少有点变化了 不再是说压反手变正手 而是主动的一巧来变正手 漂亮 其实现在看李小霞打球 这还是挺享受的感觉上 这个时候 广东二杀队请求了一个暂停 第二局就请求一次暂停 也是主教练的 胡爱诚 要给这个熊星云来布置一下 这个赛季呢 我们看到从教练到队员 这个广东二杀队呢 是 有了全新的面貌 也是很年轻啊 教练呢 也是一位年轻的教练 哎呀 还是整体来讲实力太悬殊的 有一定的差距 对 我们看到李小霞呢 逐渐的适应了 特别熊星云的这个反拍啊 对 适应之后和你相持住 那么他这个板数啊 还是要比你多得多 对 因为我们看李小霞和这个熊星云 形成反手相持的时候 李小霞都不用发力的 没有说我们看他之前打球这种 快拉呀快撕啊 包括借力减力 没有这种技术出现 熊星云就已经打球了 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 趁这段时间 我们来一起为我们主场队队家加油 广东队 广东队 我们在大师里里好不好 广东队 广东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熊信云还是要找一些变化 那现在呢和这个小侠来打实力 漂亮 肯定比较下风 对 球路上要求一些变化 对 其实这时候的熊信云 其实他虽然说他的特点就是打相持 但他应该就是突破一下 就要抢 抢前三板 哪怕输 我也要抢前三板 又着急了 就是他应该从跟李小霞的比赛当中 他好像总是感觉上 比李小霞少一板 所以他总会打到后面 就会自己着急 产生了一些失误 是 很难 就是缺少一种内心那种强大 就我一定要顶多一板 顶多一板 反正就是相反看李小霞 就是永远比他多一板 好的 连续 再来 好球 反拍啊 反拍直接弹击 一板的直线 这分拿得很漂亮 好 正手的一个失误 好 正手的一个失误 哎呀 这就是比较可惜 这个小霞这个球接的不好啊 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熊星云失误了 嗯 接发球啊 自己都没有 特别好的一个想法 事实上呢 整场的比赛啊 接小霞的发球 熊星云呢 都是很别扭 哦 好球 哎 好球 好球 哇 这球打出了啊 熊星云的 薄杀的一个气势 再看一下慢镜 熊星云这个反面 有点反交啊 有点这个生交啊 没有 它是 应该还是反交啊 它是反交 实际上是 它用反交多点弹击 在当今这个 女子应用员里边 弹击的不是很多 一般都是丝球 然后快丝 或者快拉的比较多 所以就显得熊星云 它的反手 就成了它的一个特点 有点以前我们看到 这个朱雨灵 也经常是这一版的 比较喜欢弹 好的 顶住 主动了啊 再来 放高球 好的 这局比分 现在呢 是领先 看能不能拿回一局 好的 好球 再来 漂亮 哇 这个球不容易 不容易 和 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李小霞 对了一个 多板的一个相持 把这一分拿到了 这局有机会 大家看到视频赛上 刘世文打李小霞的决赛 刘世文呢 打的应该说 也是相当出色 但是还是没有 压过李小霞 大家可以想象 他的这个实力 有多么的厚实 这个失误 让熊星云 拿到了今天比赛的 第一个局点 好 失误了 这样的熊星云 拿下了一局球 也是难能可贵 阿曼先生的各位 关注目标 介绍我们的三一局 我们的广东队加带友 广东队 广东队 熊星云 熊星云 阿曼谢谢各位 这个赛季呢 阿曼女队还没有在比赛当中 胜得 赢得过一场的单打 或者呢双打 都是以0比3 败下阵来 前面的九轮球 前面九轮是打了八场 有一轮的轮空 那么胜了一些局吧 有局的这个获胜 但是没有场的获胜 这个也是体现我们实力 还是比较弱 我们来看一下 李小霞对熊星云的第四局 前三局 李小霞2比1 哦 有擦边 有擦边 今天呢 熊星云面对 大满贯得主啊 世界最强的选手 或许也可以不加之一 这个李小霞 打的是 精神面貌很好 敢打敢拼 实际呢 在平时的比赛 很多选手啊 未必有更多的机会 和小霞来比赛 平朝联赛也是 这些呢 相对年轻的选手 向小霞呢 来学习的机会 但熊星云的岁数呢 比另外几个队友啊 广东二杀队友要大一些 他是90初的 1比4落后 直接就 直接就抢攻了 发球还是没有发好 发不好 这球是 送给小霞来拉 看怎么接 话音未落 这球接得很差 对 开局最后的熊星 整个的 有点过于着急了 这种球 刘世文还可以 这个对几本啊 靠一下 好的 刚刚我们也讲了 广东阿沙女队呢 是赢得过一些这个局啊 比如在某一场单打 或者呢 双打 以1比3 或者呢 这个1比2落败 但是呢 还没有 一场的单打 和一场的双打呢 有获胜的情况 看今天 面对强大的山东队 能不能够有所突破 难度相当大呀 因为山东队呢 还有陈梦 顾玉婷 顾若晨 这样的也算是 国家队的高手 而且我们今天现场 没有看到陈梦的 摄影啊 对 所以在排阵当中呢 也没有排 好球 尽管实力有差距 但是呢 今天有一些回合 像这样的回合 对 还是挺漂亮的 很漂亮 能从小霞的手中 拿一些相持分 不容易啊 李小霞上场 对八一队 独得两分 但是呢 这个整场的球呢 是输了啊 2比3 独得两分 没有用 哦 好球 放开了 放开了 大放开 哎 好的 七发球 直接抢了 6比10 漂亮 很好啊 对 直接来一个正拍的 台内一个调打 这场球 我真是觉得 熊星云打的 真的很挺不错的 放得很开 再来 好球 8比10 啊 山东队呢 也没有请求暂停 也相信小霞 啊 这样的局面呢 见得多了 哎 有点意外 还是没有暂停 根本不考虑 哈哈 看你能不能拿下来 有了 没有了 因为这局 差的比较多啊 对 其实追的还是挺狠的 一般 原来6比10 就很难了 那这样呢 3比1 李小霞呢 先胜了第一场单打 为山东路能队 拿下了第一分 大比分 1比0 那第二场呢 是由张池 来 对上这个 顾若晨 山东队的顾若晨 那么是对这个 广告二杀的 张池 是由张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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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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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就是好球 好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球看怎么接 哎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必定我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这个球 球拿不下来 球拿不下来 再接一口 哦 这个是实力 没发 没发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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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